芋頭香菇粥 紅梨燕麥粥 地瓜拿鐵 米餅等米糧 即開即食又兼具營養 民眾的常備食品不再只是泡麵 多元豐富的常備食品等你挑選 農糧署推出的防疫食品大受好評 近日又在與業者合作 推出19項新產品 主食 副食 飲料 休閒食品都能找得到 很多人在搶 搶這個米啊 很多人在搶泡麵啊 這個太麻煩了 好在我們的這個水電都沒有中斷 所以我們在想 是不是要怎麼樣來讓我們的消費者 免於恐懼 不必出門 但是你的營養可以確保 而且即開即食 所以我們就跟食品公共發財人就一起來商量 然後組合團隊 去年就舉辦了第一年 舉辦了第一年之後 我們選出了九項產品 這九項產品 我告訴各位 去年有主食 副食 還有這個湯品 以及甜品四種 那今年我們又增加了飲料 還有增加這個休閒食品 去年有九項啊 我們也是在這邊 記者會之後就開始賣 那開始賣以後 賣了多少呢 又是各位一年啊 只有九項產品 賣了6500多萬 6500多萬 所以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因為本來像在日本這些國家的話 他們主要把這些食品用來當作 黃衣 黃塞 或者是說黃饑荒 但是呢 在台灣推動了之後 我們發現很多人去買 因為我們做了市場調查 很多人都說 這個很方便啊 我到郊外去 到去 去活動 到外去露營也好 到休閒活動 在郊外去的時候 我運動了以後 或者是我們在那邊住宿 那邊 雖然又可以用瓦斯爐去燒 這個太麻煩了 一出去就是要休閒 所以這些食品最好 即開即食 常備食品能常溫 長時間保存 便於防災外出使用 平時也能食用 農糧數邀集 54家業者 105項產品評選 嚴選19項產品到指定門市販售 讓民眾能有營養美味兼具的常備食品全新體驗 記者溫英俊 台北報導